针对前一天到中部铁道局参加金融捷运规划进度及推动会议 金融市长谢国良首度对外说明 那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很多技术面跟各个厂站衔接的问题 也就是很多都是技术层次的 那当然站在本府的立场有提出我们的一些财务预估 虽然说有42亿的收入 但是有21亿是捷运开发区比较明确 有21亿是潜力开发区 这个部分真的我们提出了很多我们的数据 然后告诉交通部这部分真的比较不明确 而且时间要比较久 那假如在9年的时间就编完了50几亿的工程跟征收的预算 那在未来等到有地的时候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举债上限就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困难 那交通部铁道局表示他们理解 那也会把这个财务的情况再转回去给交通部 甚至让行政院了解 那我个人也理解到交通部铁道局比较是做规划 以及技术衔接相关的单位 并非能够去做一些财务的决定 所以其实在昨天我们做了比较多是在技术层面的沟通 以及我方对于财务的情况希望局可以转达到部 甚至行政院内的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这一场昨天的会里面 讨论太多这个金钱负担的问题 那我了解交通部现在已经有积极的在评估 也了解到这个基隆市的困难 所以基隆市很愿意再继续拜访交通部 甚至也拜访行政院 那国粮也相信大家都有善意有诚意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想出一个方案 然后呢能够让基隆能够减低更多的负担 那基隆市应该要负担 我也认同我们一定会负担 那但是我们负担的这个比率等等 我们会尽全力再跟交通部跟行政院协商 所以结论就是说 昨天的会议很良好 那我们会尽全力再跟交通部沟通 除了表达整个会议下来气氛良好 针对基隆市分担的金额 谢国良说基隆原本就应该分担 更提出希望能够延长经费还款周期 昨天并没有提出这个上限的金额 不过我有一个金额负担逻辑 大家参考看看 就是这个逻辑呢 就是说只要年限越长 那我们可以负担的金额就越高 那相对而言 我们如果负担的年限越短 那我们的承受率就越低 因为我们的土地必须要标售后 才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收入 然而所有的新建费用 跟征收用地费用都会发生在前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前九年 我们都把捷运盖好了 也征收好 钱都花了 可是我们来不及标售 而大家也理解 通常是捷运盖好后 不论是连开区 捷运开发区 或潜力开发区 真正要盖好后 甚至通车后 它的效益才会更显现的出来 所以变成说 未来虽然我有收入 可是我在之前 可能没办法去应付之前的支出 那这样子呢 就会造成我们周转上发生困难 我昨天也很诚恳的 把这些点都有跟交通部 跟铁道局来报告 也请交通部的长官能够了解 所以我要跟您报告的就是说 只要付款期拉得长 我们的负担能力就可以增高 假如说我们的付款期限拉长 那假设它是九到十年间盖好 那这些地慢慢变成 政府可以标售的 那我因为前面付款是拉长 我因为整个付款期是拉长的 那我的钱就来得及 有一些土地可以去标售 再慢慢还掉这些负债就可以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 50几亿都花了 地又还没好 没办法标售 没办法去减低自己的负债 那你有了好几块可标售的地 还没来得及标售 我的负债上限就超过了 简单来说市库就破产了 那这样子的话也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有的一个对民众的信赖保护的一个操作财务的一种方式 这个再来就是呢 那个 一些土地的协调方面 当初议会有声明说 有些地主并不同意 或者说条件上不同意 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进度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先跟交通部先确定好我们能负担起这个建设 那我们才能够去跟这些地主说我们要来征收或如何征收等等 那讲真的如果没有这个钱去负担我要怎么跟他谈我要去征收他的土地 我觉得这样谈可能对这些地主说到要是没做到也不符合政府诚信原则 所以我觉得一切应该都是还要跟交通部好好的沟通 弄一个期间是政府可以负担的 然后我们就会积极来进行更多后续该有的工作 不过我们今年年中就会成立一个捷运专案办公室 那目前最近也在调度更多的内部资源 让捷运可以有专门的科室来办理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内部这一刻都在做的事情 谢国良再次强调已经明确表达 请行政院和装部考量金融市政府财政困境 延长经费负担其成才能务实协助解决金融市经费负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请行政院和装部考量金融市政府财政